6月14號 禮拜五 在台灣國際報道場進行的牛約大戰 有義大犀牛對上 Lamigo Monkeys 桃園隊的比賽呢 在前面5局打完呢 目前的比數呢是11比2 包括在2局的下半 還有4局的下半 Lamigo呢都是形成了一個大局 分別攻下7分還有4分 所以在前面5局打完呢 目前是9分的領先 那這也是呢 兩支球隊啊在今年球季呢 第16場的交手喔 前面呢雖然打了15場比賽啊 牛隊的勝率是高達了6成 贏了9場的比賽 Lamigo呢只贏了6場 但是今天這場比賽呢 反倒是過去交手紀錄裡面 比較不理想的Lamigo呢 是取得了領先 那現在呢是一個中場啊 5局打完之後呢 一個整理的時間 今天也是因為呢 比賽下雨的關係啊 所以稍微延後了45分鐘 要來進行比賽 那當然這時間也會稍微 比較晚一點 不過現在邀請這場比賽的球迷 總統彩中教練來分析一下 兩隊在前面我舉的一個表現 好的 那先分析投手了 那投手徵兆好 就是掉了兩分 只有一分的一個自責分 整個的一個投球的內容 總是非常的安定 讓說自己的隊友給他的分數也夠 一共加起來就是第二局的7分 然後第四局的4分 所以11分的一個分數的一個支撐 使得他投球的一個這種好球率高 然後穩定性高 靠著守備來化解這個出局數的一個情況呢 也能夠穩穩地進入這個第六局的一個狀況 以他的投球投第六局應該不成問題 那至於這個異大的投球 零七尾在第一局是度過危機之後 但是在第二局的時候就出現了亂流 那這個過程當中就是 主要就是分數被追平之後的兩出局 一類有人的時候 劉家豪的一個打跑戰術形成一三類有人 所以這一局一連串帶出了六支安打 則在7比1領先的一個情況下 投手穩定的情況下 第四局又有四分的大局 所以領先目前是9分 所以一大要加油 主要能不能夠把分數靠近 是在後面這個六七八九局 四個半局的觀察的一個重點